唐禧宗 唐禧宗时代,有一位秀才,叫做于佑,他家境贫穷,屈屈不得志。 一日傍晚,他独自在皇宫城外,溪间的旁边,举举独行。 偶然发现有几片红叶飘浮在骨骨流水之中,他万不惊心地黏起来玩。 怎知法国红叶上,竟然间提留一首诗。 流水何太急,看宫尽日行,恩勤借红叶,好去度人间。 意思是说,重重的溪水流得好急,但我们住在禁宫里面的宫女,每日都太清闲。 欣勤借红叶,好去度人间。 意思是说,我很欣勤地感谢这片红叶,将我的诗情带到欺扬的人间。 于又书生,收到这片红叶,竟然间爱不惜手,对那位提诗的宫女,发生了痴情的遐想。 于是他要拾取旁边另外一片较大的红叶,提了两句诗上去。 曾闻叶上提红冤,叶上提诗记阿谁。 意思是说,我见到红叶上有宫女的怨诗,但这首诗是写给谁知心人的呢? 提完之后,他特别登上溪间比原处,将这片红叶投入水中,希望他流入禁宫。 过了一年,于又举市落地,失意之余,在一位叫做寒冰的贵族家中当老师。 没多久,宫中显出一群年纪较大的宫女,其中有一位是寒冰的远房亲戚,当时年纪大概三十岁,知容严厉,而且有积蓄。 由于寒冰的缺合,这位宫女同于又结为夫妇。 有一日,于夫人偶然在于又的书箱里面,发现那片提诗的红叶,很诧意地问于又。 夫妇两人,至今才知道,彼此原来是一年前户头红叶的人。 于夫人随后拿出于又所提的那片红叶,就说了。 我执到流入宫中的红叶之后,又提了一首小诗,《独布天溝岸,臨流得叶时,此情谁会得?长断一连诗》。 意思是说,宫女在禁宫内的天溝岸边下游,执了于又那片红叶,心里面想,此情谁会得? 这段诗情,究竟是谁会得?我真是想见下她。 长断一连诗,长断即是心内伤感,因为宫女不能禁宫禁宫,所以只靠红叶传达诗情。 各位,书生于幼,同宫女素未谋面,而且是庭院心心,书生怎会有缘分,同宫女结为夫妇呢? 但因缘和合的安排,确实是不可思议的。 这段史实,后人叫做《红叶奇缘》。 世间的婚姻爱情是因缘注定的,美满的爱情,当然是不可强求,即使是破碎的婚姻,亦是因缘所生发,远色是无济于事的。 若非因缘的话,《红叶》为什么能落在于佑的手上呢? 又古代的宫女有几千成万人,若非因缘注定于佑所提的红叶,又怎会独被这位宫女执到呢? 目前社会青年男女,对于自己所追求的对象,不去努力培养恩缘,一旦遭遇挫败, 这就可能使用恶劣的手段,报复粉舌,造成伤害别人的事。 结果不但不能挽救败局,反而受到应有的报应,这是很愚痴的行为。 所谓欲除烦恼,虽无我,各有恩缘莫善人, 人生在世,对于自己一切的欺求,如果以先进人力而随信恩缘的态度去处事,会活得更快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